总统蔡英文登记2020党内初选之后 正式启动蔡赖对决 而蔡英文登记之后 抛出三个总统条件 被认为凸显舍我其谁之外 意在凸显赖清德弱项 尤其赖清德的台独立场 又被拿到天平两端 简视一番 我们彼此要将他们的 一个优势地方 又在肩幅插针的话 我相信这个只是会造成彼此的分裂 对我们民进党其实 主权独立发展经济 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决定 这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立场 所以希望说外界不要刻意去扭曲 民进党立委帮忙换家说话 重申立场面对蔡赖PK 可能会造成民进党内伤 高雄市长韩国瑜不以为然 他认为民进党不会分裂 在初选结束之后 伤口很快就会愈合 更一句他们复原力就像妖怪一样 大家等着看吧 做注解 不是妖怪我们是面包超人 就是我们去牺牲的手头去救人 以后我们还会再长出来 所以他的比喻错误 应该请他去看一下卡通 自己还是妖怪吧 他所有的摊贩都是他自己带来的 你知道吗 人也是从外地过来的 反而三重的人很少去参加 那个不是好像在演电影一样吗 整个道具啊 整个所有布警 严实演员同样弄过来 对于韩国瑜的妖怪说 民进党立委重炮回击 总统初选开打 蓝绿阵营紧盯对方情势 以印证据变化 欢迎讯上科华名李佳化 台北报道 总统初选开打